朋友们好,这个视频我认为很有意义 喜欢吃蜂蜜的朋友一定要耐心看完 这段时间我这里存在很大的争议 争议的点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蜂蜜能不能做到完全的成熟蜂盖 第二个点就是完全成熟蜂蜜的蜂蜜 薄米度能不能到了43以上 第三个点就是成熟蜂蜜跟未成熟的蜂蜜 比起来营养价值上有哪些差别 要搞清楚这几点单凭我一张嘴说 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 也是一点权威没有的 今天我要引用CVTV2的一个视频来解答这三点 视频有点长 还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去看 其实蜂蜜波美度也就是蜂蜜的浓度 确切的说就是蜂蜜中可溶性物性物的百分含量 因为它这个浓度特别高 然后细菌在里面是没法生长的 所以就可以直接放心地使用 而且本身蜂蜜来讲 在药用里面来讲 它就可以作为一种杀菌剂来用 所以说根本就不用担心天然的 成熟蜜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因素就是因为它在蜂箱里面是自然链造的 经过蜜蜂通过它的那个桂抽出来 然后链造土回去 加了它的一些鎂 让那些多糖转化成丹糖 这是一方面 另外的话 它不停地用它的翅膀散风 把那水分多余的水分全部给散出来了 然后就保在了它那个水分的含量 然后它把它带回风箱里面 就是说把它封盖 晾到成熟以后 它就把它封盖起来 然后它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 因为成熟蜜它不需要过多的加工 不需要加热 然后整个过程就是说 它这个破坏 基本上就对它营养成分就没有任何破坏 所以它的营养价值肯定是最高的 我一直在说成熟为风干 没有风干的就是未成熟 从我嘴里说出来 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 那咱们就接着看 与成熟蜜相对 未成熟蜜 就是蜜蜂采满蜜之后 没有经过酿造风干 就被蜂笼摇出来的蜂蜜 接下来咱们看看 中国养蜂学会秘书长 陈黎红老师是怎么说的 中国养蜂学会陈黎红秘书长告诉记者 蜂蜜的成熟程度决定了蜂蜜的营养价值 很多蜂笼很辛苦 它们都风餐露宿追花来取蜜的 花期开完了以后 它们还来不及成熟的蜂蜜 它们又需要再转地了 但转地之前 它们必须把蜜取出来 这样它又有可能没有全部封干 通过人为经过加工 然后浓度达到43度 然后经过杀菌避免它发酵 保护这个蜂蜜的安全 质量安全 那么这个蜂蜜我们叫为非成熟蜜 跟完全成熟的蜂蜜来相比的话 应该算到会有所差别 比如说霉值会低一些 那么维生素会散失一些 很有可能其他的活性物质也会散失一些 所以最好的蜂蜜应该是成熟蜂蜜 我们的国标也要改进 我们的国标现在它只有三项内容 就是糖 葡萄糖果糖折糖 然后水分 那么这个国标里头没有体现出来蜂蜜的本身的真正的价值 那么所有的蜂蜜只要符合你这个国标 它就能够成为叫做蜂蜜 大家有没有发现陈灵宏老师这里说的浓缩蜜它的波密度要到43 那为什么不是42或者是42.5呢 我个人认为43这个数值是衡量蜂蜜有没有成熟的一个数值 为什么要去浓缩到43 因为是浓缩蜜加工蜜 要尽可能的去模仿自然成熟的蜂蜜 自然成熟的蜂蜜它的波密度就是在43以上的 所以会去尽可能的去模仿 这是我个人理解的 大伙如果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咱们可以在评论区里讨论 都看过我们取蜜的视频 从蜂箱里拿出非常漂亮的成熟蜂盖 拿出来以后我说这个是成熟蜂蜜 食物在这摆着呢 那它肯定就是 大家也会去相信它是 那我现在拿上这么一瓶 我说它是成熟蜂蜜 大家能相信吗 怎么能看出来呢 用眼睛看是看不出来的 接下来就该波密度这个数值登场了 我为了让大家看得更直观 我要去拿一张蜜皮 大家稍微等我一下 大家看这是一张蜂蜜的蜜皮 这是一张没有蜂盖的 咱们现在分别测量一下波密度 先测没蜂盖的 咱这夹了几天脸呢 夹了三四天 三四天 一号夹的 这么五号 看着就洗 一号后手的合一夹的 大家都看清了吧 波密度我四十二多 四十二多一点点 我擦一下 现在咱们测量蜂盖的 看着就丑啊 就错这点儿讲不清 他就错这点儿 前置摄像头真不好拍 大家都看清了吧 波密度是四十三高一点点 大自然就是这么的神奇啊 风盖的波密度就在四十三以上 没风盖的波密度就到不了四十三 我想看到这儿 大伙心里应该知道该怎么去区分成熟蜜 跟不成熟的蜜了吧 CV2的这个视频 随后我会完整的发出来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看 还有就是打个小广告 咱家的 这是咱家的阳怀蜜 咱家的蜂蜜 每一滴都是成熟蜂盖的 波密度都在四十三以上 跟市面上那些所谓成熟蜜的味道是不太一样的 喜欢吃蜂蜜的朋友 一定要尝尝咱家的成熟蜂盖蜜 今天的视频咱就聊到这儿 下个视频见 咱家的阳盒子 很快 一路